航空态势感知是指飞行员或机组人员了解并有效的管理其操作环境的能力 它涉及收集和处理有关飞机、天气、地形、空域和其他影响飞行安全和效率的因素的信息 航空态势感知可以分为三个主要组成部分 感知、理解和预判 感知是指从各种信息源如仪器、无线电通讯、视觉线索和其他感官输入收集信息的能力 理解涉及处理和整合这些信息已形成一个连贯的飞行情况的心理模型 投影涉及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 考虑各种选择和潜在的结果 为了保持态势感知 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必须不断监视和评估飞机及其周围环境 更新他们对情况的心理模型 并根据需要调整他们的行动 这包括保持警觉、注意潜在的危险 与空中交通管制和其他机组成员有效沟通 并根据准确和最新的信息及时做出决策 有效的航空态势感知对于安全和有效的飞行操作至关重要 它帮助飞行员和机组人员识别和避免潜在的风险 快速和适当地应对不断变化的情况 并做出基于准确和最新信息的明智决策 从而促进飞机、乘客和机组人员的安全 关注我 你也能飞 会飞的人很帅